我是李Sir 我這段影片是講中三的第七課書 第七課書 第七課書 題目就說 現在就有一個盒子 是長方形的 長方形的box 闊就6 長就8 高就10 長闊高 他說的闊度和長度分別是少了10% 抱歉 是長度和闊度都一起 是10%少了 又是了 少了10%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一減10% 好 接著就說高呢 高呢 就greater than 那greater than就是什麼意思 greater than就是增加了 所以就1加5%了 OK 就是這樣 就叫你計算 它原本的volume和新的volume 原本的volume就超簡單 因為它給了長闊高 成了它就是volume 是不是 長小闊成高就是volume 是不是 很簡單計算了 新的就要就著長和闊和高的改變來計算 所以我們先計算就是闊 闊 這個就是闊 因為6 這個是闊 好 好 接著就長 其實它應該不要用long的 它用回link 好一點 就是用回link 好一點 OK 接著就到height 高度 OK 有這些轉變 新的全面 全面 整個之後成光 一次就成光 它就計算到答案是408.24 先三次了 那都合理了 因為長和闊都分別跌了 那只是高加了 那就應該一個總volume是小了 然後再B part就叫你計什麼 就叫你計個percentage change 它叫你計算整個volume的percentage change 會是多少呢 那就是了 percentage change是什麼 percentage change就是那條色 哪條色 那條色 那條色就是 新 new 用new 減original 隨意 就隨意 那條色 origional 然後再乘以100% 那所以 新減夠隨夠 那你可以用回 新就是408.24 減夠 420 取舊就等于是负的 跌了的 所以你应该写到就是所以DECRES2 decrease了14.95% OK 行不行 那就做到这个部分了 其实一层一层慢慢做就OK 这次就算长腹高 下次可能就算不同的物品 可能计算域也好 或者计算是要相成的也可以 你只要小心点慢慢做步续计就可以了 不要按错机 短片就到这里了